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 1988年的韩国是让所有韩国人骄傲自豪的一年 这一年第24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到了韩国汉城 在万众期待下拉开帷幕 大街小巷都站满了穿着得体像一堵奥运剑而风采的市民 他们千千有礼秩序井然 没有扰乱世荣的流浪者 没有打砸抢烧的强盗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这一幕看似没什么不妥 但是又让人心生疑问 因为当时韩国并不是发达国家 正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转变 街上也经常会有流浪者 贫穷 社会地位低 衣着简陋的市民出现 那怎么忽然之间就全都不见了呢 城市街道可以清洁整顿 但是这些人都去哪了呢 看似平静的外表下 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惊涛海浪 我们今天来讲 被称为韩国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 釜山兄弟福利院事件